寒冷的天氣裡許多獨居長者 卻是想塗個溫暖都難 不過幸好有這群人走進來了 職工主義拜訪四百多戶獨居長者 或身心障礙家庭 為每一戶量身打造需要的保暖用品 每年的寒冬送暖 大家都一路從白天走到黑夜 今年也送出了一千多件的毛毯 職工也輕聲叮嚀 這一件件輕巧的環保毛毯 在照顧戶的心中卻有著溫暖的分量 大家新聞專門職工張揚川